春帆了故乡 梨幻又开放 找到了我的梦 我已强中长 小村一切都一样 树下空荡荡 开满梨花的树下 放手不再想 K歌咬字要有颗粒感 大家好 我是快乐练声的回老师 帮爱唱歌的有缘人 快速成长 在家就可以做的发声练习 让你唱歌不再困难 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 在全民K歌和唱吧录制歌曲时 怎样唱出好听的声音 让声音更加清晰 首先要对歌曲非常熟悉 如果没有唱熟歌就去录音 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和状况 在这里呢 我就先不多说了 那么录歌曲的时候 歌词一定要唱出颗粒感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有了颗粒感 你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会好听很多 那么关于如何唱歌和咬字呢 在我前面的视频里面呢 已经详细的讲过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跟着再练习一下 就比如这首歌 梨花又开放 每个字要用气力说出颗粒感 大家听 忘不了故乡 效果就会很差 那像后面这句 我们一定要带上气息 然后把这句唱出来 准备 摇摇洁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落在妈妈头上 飘在房车上 而且呢我还发现 带有颗粒感唱出来的声音 还不漏气 还更加清晰清亮 不是 摇摇洁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这样当然也可以听 但是呢就不够清晰 显得歌曲呢比较平淡了些 今天呢我说的内容呢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我们在录制歌曲之前 你一定要把歌曲唱熟 既熟悉音乐伴奏 又要熟悉你所唱的歌曲的歌词和旋律 第二呢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你的咬字和你唱出的每句的歌词 一定要带有颗粒感 好 现在我们一起把这首歌曲 再练习再体会再巩固一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